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23日 星期六 這一節是 繼續的 因為一節是說不完的 一個小時也說不完的 香港 一向也有很多地下賭檔 以黃島獨來計 開 白粉豆 開煙格 或者開機仔 記仔其實也相對有需要的 很多人要叫雞 有人出來做雞 當然有 除非你逼糧為槍 或者有拐的少女來做雞 否則 這些生意相對沒有萬百分那麼可憐 地下賭場 其實香港很多 從來也不少 全香港 港九新界 每個地方都有 似乎有什麼游泳區 窮一點的地區就比較少 有錢一點的地方 就比較多 你以為跑馬地沒有嗎 你以為半山區沒有嗎 一樣有 我們想跟大家說 經營地下賭場的人 一定是有勢力人士 一定是跟黑社會有關的 沒有黑社會一定做不成 所以 報紙或者警察說的那番話是很噁心的 部分由黑社會經營 有部分的嗎 其他有警察經營 其他有你們香港政府經營 有林鄭月娥經營 一切狗善 說回地下賭場 這次在西九龍號 這次破壞這九間非法賭場 其實 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我們看到他抓人 普遍年紀偏年 年紀偏年的人 賭額相對小 賭得多少錢 你一定不會賭得大的 你一定不會賭得大的 所以 他們賺的錢有限 但是現在 有另外一批是比較 那個叫做 level 高一點的 他們招呼的 是一些比較 有些錢的人 比較可能中產 或者做生意的那些 這個 其實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賭 賭其實是真的很害人的 沉迷了 你很想去賭 贏了 你就會覺得 今天要去賭 明天再來 明天再去賭 輸了怎麼辦 明天來 跑數 明天來 翻本 我要趕回 上來趕回 所以 賭場是從來 也不會說沒有客人的 當然除了武漢肺炎 現在賭場 長期沒有客人 是不是 所以 當年何鴻生一句說話 不怕你聰 不怕你呆 只怕你不來 你不來就不能跟他賭了 就不能輸給他了 因為 以澳門賭場來計算 純粹是抽水的 他 不是瀑布抽 你買餡就不抽 買裝就抽水的 他計算過一個或然率 買裝的勝出率 是50.54 後面就可能會有幾發 這個是從4萬鋪牌計算出來的 所以 他要抽零五水 這個也是正常的 買餡是虧了很多的 因為牌利問題 有積輸就沒有積贏 有幾個不同的拍點數 這個當然啦 這麼專業 未必是個個適合的 我們以往經過 很長時間的 沉迷賭博的時間也很長 可能也有 五六年時間沉迷賭博的 很多朋友問我 怎麼戒賭 輸死了就戒賭 輸到沒有錢壞就戒賭 是這樣的啦 所以 奉勸大家真的不要沉迷賭博 我也是以過來人勸戒賭 以往 我去賭場 過澳門 想賭船 除了非法這些大檔 我真的沒有去過 有很多朋友去過 當然 有跟我形容 其實不用形容 人家猜到也猜到 不需要形容的 但是 其實在這類的地下賭檔 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 他們往往未必是賭軍真錢 未必是真的 有很多 是有出術的成分 當然 派派派派 相對來說 出術的成分 就比較低 你說賭大小就要相信你 另外有些 哄你網上白甲樂 千萬不要相信 那些全部是錄影的 我告訴你 以前 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網上白甲樂 全部是假的 你看那些派派 隨時可以剪接 隨時可以換的 你買妝 他們會開一局限制給你 你買一局限制給你 一定是騙人的 你千萬不要相信 拍好了 所以 大著就不理了 你買小小的 一兩千 兩三千就給你了 你一挖下去 大著就殺你了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 另外 也有朋友反映 倒船 全部都很離譜 沒有人贏 個個都輸 所以有一段時間 倒船也開始適微 當然啦 肺炎 沒有人上倒船 這次想跟大家說 我們 要知道 國安法之後 很多香港的地下活動 好像擺在桌面 以前不敢做的 現在全部都敢做 這次 我們收到的可靠消息 就是告訴我們 除了和聲和之外 當然 老新也有經營 十四也有經營 其他的 很多字頭可能有 我不敢說 應該也有 因為賭場 每個堂口都有 賣白粉不是每個賣的 大麻丸仔也有很多賣的 做毒品的這些就不是每個社團有份做的 黃葉 即是你做雞鬥 跑師忠 也有人操縱 當然有些就操縱 例如Sonna 說真的 你如果沒有背景 憑甚麼做這些生意呢 這次想跟大家說 這次的背景不簡單 因為 警方 踩線 踩了三個月 抓到一群全都是年輕人 大的老虎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不敢拉 不敢動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後台很硬 因為 這次 地下賭場 他們的集團是很大的 這次警察抓的 只是一些比較小的規模 還有一些年輕版 成年版 又或者 高級版的 當然是有些在豪宅區 高尚住宅區 我跟大家說過 以往 大陸 也有很多地下賭場 有勢力的人士開的 普通人就開不了 你開得到賭場 那麼香港 其實國安法之後 香港 漸漸 有一些 是針對一些 官員 在香港的一些 做大陸生意的人 他們過不了澳門 又有賭人 就去地下賭場 地下賭場是誰開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背景很雄厚 沒有人會來差牌 也沒有人會來踢鬥 這是鐵鬥 怎麼鐵鬥呢 有勢力人士 中方背景呢 當然不太方便說明 下一節跟大家說 今天不說 究竟有甚麼背景的人 開賭場 是警察不敢查的呢 大家可能會猜到的 不過 這一節就不會說明 留下明天跟大家說 有甚麼人 是開賭場 是沒有警察夠膽干預的呢 大家不妨猜一下 我們想說一下 這一個 地下賭場的問題 因為 最近 他們 黑言有人 發現有些 鬧頭 他又不是那些 做生意的大陸人 很明顯那些 好像是官來的 他看到在賭場裏面 有些賭場是專門招呼 大陸人 有些專門招呼 做生意的 做國內生意 或者做其他生意 那裏沒有鬼佬出現的 全部都是 香港人 以及 大陸人 其實 從 外表看上去 你覺得 這些好像是軍佬 我再次追問 有一些 軍佬 是去賭錢的 因為他們也有賭人的 有軍佬去賭錢 軍佬去賭錢 當然不會有警察來查 你打算肩膀少兩顆花嗎 還是打算被人冤枉你 犯國安法 一定的嘛 現在我們相信 香港這班 黑社會 現在不單止勾結 這個 警察 甚至乎 是勾結一些 有勢力人士 好啦 其實 到處都有 今天我們另外還有一宗 元朗又開始反賭博了 安寧路又抱了一個非法賭黨 60歲 姓李的男副責任被捕 那些保留下來就給錢了 所以 通常 都抓不到 老闆的啦 大家都知道 想跟大家說說 怎樣有勢力法 為甚麼警察不敢動呀 竟然可以 吸引到香港的軍佬可能是駐港部隊 當然不是兵仔 兵仔也不可以出軍營 當然是高級的那些 供給那些 駐港部隊人士去賭的 甚至乎 可能是有些 國安 國安也賭錢 你以為國安不賭錢 國安也是人 就算國安也好 在香港特務 有很多 特務之餘 他本身的 角色可能是商人 中共最喜歡的就是密識這種人 你做生意 那麼你 認識的人當然是多一點的 難道是蘇地亞嬸 可以收到很多情報嗎 當然不是說沒有 但是機會比較少 你做了老闆 或是你做生意不同的人物 你就有很多 機會可以找到更加高端的客人 知道更高端的訊息 所以 很多時候他們的角色都是商人 都是做生意的角色 這些商人的角色 往往 就是 幫共產黨做情報工作 幫他 找消息 甚至是幫他做很多 例如打示威者 組織這些東西 高級的賭場 就是 照顧這類人 很多做生意 這節暫時 先講到這裡 明天告訴大家 這些高級賭場 警方 不會去拘捕 也不敢鬥 是什麼人背後驚訝 明天告訴大家 好 暫時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